我就是死了 Amen 嘿大家好 我是姆姆姆 歡迎來到新系列 假日玩什麼 這系列我會針對一些小主題作片 什麼節日特別適合L4第2呢? 那當然是西方的萬聖節啦 今天就來特別整理一下 哪些戰役地圖可以給你滿滿萬聖氣氛的大平台 對 我知道已經11月中了 但卡了10月底出國一週跟... 近尻11月的關係 第一張圖 Haunted Forest 縱觀工作坊10多年 映入我腦海第一張 Haunted Forest敢稱萬聖氣氛界第二 沒人敢稱第一啊 不管是野外的森林月亮 還是最最經典的室內鬼屋場景 充斥著各種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鬼片橋段 像是漂浮的家具 自己關的門 詭異的壁畫 響起的電話等等 還有一些經典的Jumpscare 這張圖的音效也是十分用心 包含詭異的笑聲 Alice人物的語音 他會說殭屍跟鬼 那太酷了 我覺得這張圖作者對恐怖感的Sense很高 各種物件佈置擺放 血跡啊 音效細節等等 這絕對是你需要 親自到第三關去體驗的 當然啦 這張最厲害的是他結合了遊戲性 比如需要彈奏詭異鋼琴去開啟事件 或者是幾個結合衝刺的事件 在多特裡面都是有難度而且有趣的 我一人是死的 我一人是死的 Amen Amen What? What? What?! - 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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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張圖Night Terror 這張圖是我以前解析過觀看數最高的非官方地圖 它製作很有邏輯跟深度 這張並非每關都萬聖氣氛濃厚 第二關致敬了迪士尼的鬧鬼豪宅 這張看似只有第二關跟救援關的鬼玩人彩蛋 跟萬聖氣氛有點關係 但你看過解析的話會發現 你玩的是一個人的意識投射 這種驚悚跟驚喜感萬聖氣氛加一分 它一樣也結合了可玩多特的好玩遊戲性 第三張圖 這是一張只有一關的超精緻戰役 細節非常多 背景是20世紀初的魔法師沉迷於一本有著邪惡力量魔法書的故事 在遊戲裡還真的找得出來這本書這個物件 質感非常好 地圖範圍就是移動大載 有著超多額外物件 美觀跟優秀的路線設計 這兩點大家可以細品 在大載隱藏的小穴裡面還有優秀的恐怖彩蛋 還要執行蒐集血蠟燭的邪教儀式 這張圖的精緻程度實屬頂級 第四張圖 這張圖難度設計的比較大 主要就是在地下小穴的戰鬥 包含了跟骷髏王的Boss Fight 跟一些地圖陷阱 不建議上難度玩 但跟戰友一起玩會非常好笑 當然啦包含了最後救援可以關門放生隊友的部分 把這本擋起來是不是? 第五張圖Renation 這張圖真的只適合在萬聖節玩吧 第二關在幽暗的廢棄遺跡巡路前進 時不時會給你一些jumpscare 再來一段超黑的暴走衝刺 大家好之為之 屬於一言難盡的遊戲性 但節日玩個一次還是挺歡樂的 第六張圖黑家的Ghostbusters Halloween版本 這張圖也推出了兩年了 這是一張有著五關加上兩關頭尾過場的圖 以官方本來就很優秀的黑家去改的 他契合了萬聖氣氛 還加入了巨多的彩蛋 除了場景以外 還有跟其他的圖串成連貫的劇情 他根本是在工作坊製成一個地圖宇宙了 而這張圖的彩蛋也是真正優秀 真的可以玩的那種彩蛋 而且還很好笑、很好玩 最後救援他還加入了一場Boss Fight 萬聖經典沒問題 第七張圖Big Watt Halloween 這是一張今年初的五關貼皮美容圖 它是改制一張非常老的同名橘皮地圖 這次的萬聖版不只是放放幾顆南瓜那麼簡單 它的場景物件豐富到不行 貼皮之後整張圖的質感提升非常多 加上圖本身的遊戲性跟難度就很不錯 只不過很可惜的一些卡怪的BUG 他沒有順便去修正 這張圖的特色就是一些暴走衝刺的事件 今年的10、11月特殊圖刑的地圖較少 讓我們期待一下年底的聖誕節吧